日前,福布斯集资发布2024年度香港五十大富豪榜,长和系创始人李嘉诚,以身家362亿美元,约折合2831亿港元,缠联香港首富。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红颜知己周海旋此次也在列,首次登上香港富豪榜,以23亿美元排名第35位,真可怀可喜可贺。 李嘉诚中年的时候失去了爱妻,这么多年,他虽然没有再娶,但是他的身边,一直都有一位红颜知己,那就是周海旋陪伴助他。 周海旋无名无分陪了他三零年,他是个实力狠强的女强人,面对一致分约,他并没有所求,反而默默无民,一直陪在李嘉诚身边。 也许李嘉诚之所以不娶周海旋,亦是为了自己的后代考虑,以示不想他去世后,一家人为了家产争得头破血流。 毕竟1928年出生的李嘉诚,今年二九十六岁,在他看来,前已经不从要了,毕竟已经多的花不原了,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有再多的钱,又无福销售,近年来,他把公司交给而折打你之后,已经很少会露面了,而再享受天伦之乐。 李嘉诚拥有七个后代,三个孙女已经成年了,试过孙子还在努力读书,他们的命运也不尽相同,有的人得到了父母,爷爷的呵护,甚至开始接手家族事业,而有的人却在不完整的家庭下长大,甚至得不到爷爷的爱戴。 早在两年前,身为全球首富的李嘉诚,公布了对家族资产的最新传承安排。作为李嘉诚的亲生儿子,李泽凯理所当然被列入了继承人名单,但当梁洛斯仔细阅读这份规划时,他的脸色就嫌变得苍白。 原来,尽管自己已经为李泽凯淡下了三个儿子,但是在这份资产传承规划中,这三个孩子竟然连个名字也插不进去。 梁洛斯突然意识到,在李泽凯和他家人的眼中,自己和孩子们,不过都是局外人。 虽然他们血肉相连,但梁洛斯终究只是个身份低微的情婦,根本无权分得这个家族一丝一毫的遗产。 曾几何时,梁洛斯以为生下孩子,就能让自己平暴清云,一约成为李嘉正台太太,从此过想无忧无虑的豪门生活。 但现实才是,他和孩子们注定只能永远沦为李嘉的爱人,终其一生也分不到这份家产半点。 去年6月,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企业长实集团宣布收购英国一家房地产企业价值约48亿港币。 而李嘉诚的长孙女李斯德作为发展部经理,公开回应收购的相关事宜, 他一路面就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增相报道。 之所以他一路面就受万众触目,是因为他被李嘉诚藏了22年,直到2018年才正式出现在大众眼前。 而他一路面就继承了700亿财产,甚至还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家族企业的孙辈。 李嘉诚为何如此宠爱他,都不优先考虑男孩作为接班人。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斯德被藏22年,竟然是因为他的父亲李泽巨。 和其他豪门家族的小孩一样,李斯德从小就含朱金药时出生。 李斯德生于1996年1月,是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长孙女。 出生时家人给他取的名字是李燕宁,在他刚出生一个月的时候, 父亲李泽巨公开说明这个名字的含义。 燕表示着谦逊,吉祥,燕宁意味着安宁和舒适,可见。 他希望女儿能够成长为一个谦虚的人,并且希望他一生能够平安幸福。 不过之后,李燕宁改名为李斯德。 李斯德自读书起,就读于香港汉基国际学校, 他成绩优异,品学兼优,经常在班级里名列前茅。 他除了会说粤语外,还拥有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不紧障握课堂上的知识,还会在课语学习财务和管理相关技能。 他在学校担当中文编辑等要职。 除此之外,他而爱并擅长剑术,在学校射战比赛中多次获奖。 可以说,这个95后女孩是个不折不扣的文武全材。 毕业后他又出国深措,2017年,从伦敦国王学院, 潘迪生法学院毕业。 一毕业,李嘉诚就带着他参加在铜锣湾的一场公开活动。 除此之外,他还给李斯德送上了一份豪华的毕业礼物。 次年,李嘉诚就让李斯德担任池山字董事。 这个池山字,可不是一个小寺庙, 他价值非凡并意义重大。 李嘉诚为了修建这个寺庙,投入了不少时间和金钱。 刚开始兴建时,李嘉诚就花了整整15亿, 之后还用基金会女三分之一的资产来进行寺庙维护。 池山自从2003年开始修建, 到2015年才正式开放, 修建了十余年之久, 可想而知这个能让李嘉诚愿意花费那么长时间的专案有多重要。 也能看出,李嘉诚有多看从这个长孙女。 不僅如此, 李嘉诚还让基金会追加700亿资产让李斯德继承。 一夜之间, 年仅22岁的李斯德拥有朝700亿的资产, 坐上港圈90后首府的宝座。 然而, 这还不算什么, 李斯德拥有的还原不至于此。 2018年底, 李斯德被任命为邵峰地产的董事。 要知道, 自邵峰地产成立以来, 董事成就一直只有元老三人, 李嘉诚, 李泽巨和李泽启。 而李斯德上任董事, 便成为了邵峰地产董事成过去几十年唯一的改变。 同时, 李斯德也是李嘉诚宣辈中第一个进入到家族企业的人。 2020年, 李斯德成为李嘉诚基金会的董事。 基金会在李嘉诚心中, 有著特别的地位, 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其中拥有超一千亿的资产。 李斯德毕业近三年, 就担任了三大产业的董事, 也怪不得外界会说李嘉诚把他当做家族第三代接班人培养了。 到今年6月份, 李斯德又多了一个职位, 就是长实集团企业业务发展部的经理, 能看来李嘉诚一直都有在用心培养他。 不可忽视的事, 李斯德确实充为能干, 李嘉诚愿意培养他情有可缘。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父亲李泽巨。 李泽巨作为李嘉诚长子, 从小就被寄予厚望, 他亦不负众望, 自读书起就成绩拔尖, 全面发展。 1985年, 从美国斯坦福大学不业回国, 获商社学位。 不同于李斯德的事, 李泽巨虽然也有驻唐营的资本, 但他却选择从基层干起, 不急不躁。 他在长江集团的时候, 从不会因自己的出身, 而申请特权, 也不会利用自己的身份, 去为难其他人, 而是一步步跟随父辈门学习经营之道。 虽然不可忽视父辈对他的帮助, 但他能坐上执行董事的位置, 也有他本人的努力和付出。 多年来, 几乎所有人对李泽巨都有一致的评价, 传统, 本分的中国儿子, 但从不会讲笑话。 他和妻子, 四位幼儿长年与父亲住在一起, 跟父亲的关系也处得很好。 据说少年时代, 兄弟俩的关系也并不亲密, 放学后各走各的路, 各玩各的。 同在美国留学期间, 李泽巨埋头虎毒, 李泽太则到处兼职, 两人来往甚少。 甚至在李泽巨结婚时, 去接新娘的迎亲车队中, 也没有有弟弟李泽巨。 相比和李嘉诚同住一屋严的大儿子, 以来工作地点太远为由, 李泽巨搬出了李泽, 这也被视为独立宣言。 在婚姻上, 李泽巨与父亲一样, 鲜有飞鸣, 家庭稳定。 其妻黄富逊, 还为李嘉生下第一位男孙。 而李泽巨则迟迟迟未婚, 不断换女友, 也让他上尽了娱乐版面。 而李嘉诚, 就是喜欢长子身上的蕴虫, 和系苦精神, 要知道, 出身豪门世家, 能够拥有这样的性格和品质 确实难得。 受到父亲李泽巨的影响, 李斯德也是这样一个人。 他低调不外怒, 他没有社交账号, 和他同窗几年的同学, 都不知他原来家世如此显黑。 他自剑不浪费, 他不会因为自己有钱就大手大脚, 从日常起穿花销上, 完全看不出, 他是富贵出身的孩子。 从他低调行事, 也能看出李嘉诚将他保护得很好, 他的行情甚至比李嘉诚的环妖神秘。 不过, 李嘉诚真的会让他将来成为家族核心吗? 家族继承人, 不选孙子选孙女, 李嘉诚真的宠女不宠男, 传女不传男, 不一定。 虽种种行职, 可以看出李斯德深得李嘉诚欢心, 不过, 李斯德是否成为最终的第三代的继承人, 仍有待相够。 李嘉诚有两个儿子, 虽然二儿子李泽吓和前任梁洛斯生了三个儿子, 但是由于李嘉诚一直不满意梁洛斯, 他便把期望放在了长子李泽具的孩子身上。 当时李泽具妻子黄富信生下第一胎女儿的时候, 李嘉诚因起迎接小公主到来的同时, 也在期盼下一胎是个男孩。 然而, 不如他所愿, 黄富信之后, 生了两胎还是女孩。 一直想添南丁的李嘉诚坐不住了, 便知信一个有名的风水大师。 经风水大师指点后, 黄富信把名字改成了黄礼桥。 改名后, 他还真的成功怀上了男孩, 之后就没有继续生了, 这也能真面看出李嘉诚为了要个孙子一直催生。 可见, 李嘉诚内心深处还是比较看从男孩的? 除此之外, 还另有原因。 李嘉诚组织是广东潮山, 据网友说, 潮山人从男轻女是众所皆知的事实, 而李嘉诚本人也比较传统, 他怎么可能会不受 鑽南不存女传统观念的影响呢? 即便李斯德市长孙女, 他也不可能将家族企业 全部交给一个女孩手中。 不过, 无论李斯德成功继承与否, 他的身价亦值得千亿, 而且又是港圈90后首富。 有人会说, 富不过三代, 这可不一定。 李斯德明明可以选择一辈子躺平, 但他还是会为事业奋斗? 他本人努力争气, 不净一些富二代富三代那样好戏懒做, 直辉拂不做事, 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 之后他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也值得我们期待。 至于梁洛斯, 李泽楷这些年时间里面, 凭借着自己在东南亚风生水气的生意, 以及科技投资, 也累计获得了超过2000亿元资产。 对于这部分财产, 梁洛斯的三个儿女是有继承权的, 所以他们会有很好的生活, 只是跟你加成的财富无缘。 虽不及千亿之多, 但几百亿总还是有的。